叶罗丽冰莲花,水王子隐藏多年的秘密终于揭晓,孟公主太狠,比女王还强。 水王子是也会是拥有千年之力的大仙子,他的实力非常强。 不过,早期的水王子也在帮助曼多拉,但是水王子很聪明。 发现曼多拉不对劲之后,水王子就不再和曼多拉为伍。 当然,这事也和王墨有关,遇见王墨之后,水王子喜欢上了王墨,所以他站在王墨这边。 当年水王子和曼多拉决裂的时候,水王子说了,他身上有一个惊人的秘密,就连曼多拉也不知道。 终于,水王子隐藏多年的秘密终于揭晓,孟公主太狠,比女王还强,是他拆穿了水王子的秘密。 虽说丁莲花是番外剧,但是总觉得故事线和主线剧情相接洽。 因为这是冰公主自我冰封之后的故事,而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,灵溪格的仙子可以说铺接了一大半,很多仙子都被黎徽封印在一空间。 这一幕确实很有意思,说明黎徽真的很强,而且这家伙虚谋已久,叛变灵溪格之后,一下就达成了自己的目的。 为了救出自己心爱的妹妹,水王子和王墨都进入了孟公主的梦境空间。 不过,进入这个空间并不容易,他需要水王子的水印记才行。 而水王子的水印记在王墨的身上,所以王墨也被带进了梦境空间。 按理来说,除了孟公主之外,这些人是无法直接进入梦境空间的,但水王子却做到了。 不过孟公主很厉害,她一眼就看穿了水王子的秘密。 原来水王子的身形是无形的,我们可以理解成万物水。 而这种体制可以穿越任何空间,其中也包括梨灰黑洞制造的一空间。 所以无论是黎灰黑洞制造的秘密,所以无论是黎灰还是曼多拉,他们都无法困住水王子。 这就是水王子隐藏多年的秘密,难怪水王子这么厉害,谁都不怕。 要知道,这个秘密连曼多拉女王都不知道,现在竟然被孟公主拆穿了。 实际上,这个秘密真的是个秘密,在叶罗里漫画《地久记》的剧情中,水王子亲自解释了自己的秘密。 所以她才会出来拯救王墨。 看得出来,一般的仙子要是不知道这个秘密的话,很难战胜强大的水王子。 曼多拉也是天不怕的不怕,就没有她不敢惹的仙子。 现在看来,曼多拉收集的情报还是不够,因为她也不知道水王子的秘密。 所以当初水王子才会这么拽,一点都不怕曼多拉。 曼多拉顶多就是一个净空间而已,这个空间根本束缚不了水王子。 现在大家知道了吧? 谁谁可是很牛的,所以她充当王墨的护花使者一点问题都没有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